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想要指导有哪些游戏的话 那就和大陆一起来看下去吧 图是一款写实风格的动作RPG游戏 开发团队的灵感来自于Steam的游戏《斯富》 并借鉴了一点《斯富》的要素 背景则设定在一个有着地下帮派 还有与传统武术结合的世界 玩家将扮演武术大师胡真在追寻弟弟胡甲中击的同时发现了巨大的阴谋 本作结合了RPG和开放世界等要素 你可以在一个类似八九十年代的地图中体验到我们在武术片中看到的踢馆玩法 到了高等级后就可以收到更多的徒弟 并带着徒弟去跟别人决斗或踢馆了 游戏也提供了各种武器和招式可以自由搭配 如果你很喜欢硬核武术战斗玩法的话 那就来到这个世界开始你的踢馆体验吧 阿凡达最全球影视票房的冠军 让这个IP有着很高的含金量 那么这款采用了阿凡达IP的手机游戏 就自然备受许多玩家们的期待啦 阿凡达重返Pandora是款设计MMO手游 会以原作的世界来作为背景 带领玩家重回充满奇幻色彩的Pandora星球 并在这个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形中 邂逅种类防夺的异性生物 并展开大型的多人角色扮演玩法 那么玩家在游戏中 就当然会化身为阿凡达 与寻求资源开发的RDA部队展开交战 而开发团队也加入了团队合作 副本挑战等等为游戏的主要核心玩法 想要在Pandora星球上展开冒险的话 那就来关注这款游戏吧 想要体验类宝可梦的手机游戏吗 那就来尝试这款名为Chain Master的作品吧 玩家将会在一个广阔的开放世界中 发现有着奇异外观 能力和不同属性的宠物 你可以对它们进行捕捉或战斗 而且还能够与其他玩家接近交易等等 此外游戏还加入了动态的昼夜和天气系统 这些系统不仅仅会影响玩家的视觉 同时还会对战斗和环境造成影响哦 战斗则是宝可梦的那种会合制玩法 在战斗前你可以对宠物进行升级 或者是为它们装备强力的技能 才能提高与别人PK时获胜的几率哦 游戏支援电脑、苹果和安卓平台游玩 喜欢的话就来到这里成为宠物大师吧 Mission Evil 虽管末日题材的生存游戏 开局时玩家需要从零开始建造一个庇护所 这个庇护所也将是玩家最重要的基地 因为它可以储存物品和建设防御屏障 后续也可以制作熔炉和工作台等设施 进行加工和制作各种装备道具 当然建造庇护所是需要不少资源的 所以就需要玩家在这个有着丰富物质的世界中冒险 同时也要小心各种危险的敌人和生物 并注意自己角色的健康状态 不过这个世界最危险的不是生物而是玩家 所以你千万不要庆幸其他人的话哦 喜欢的话就来尝试在这个广阔的Model世界中 与其他玩家斗智斗勇、努力探索、生存下去吧 想要体验骑着飞龙在大世界中自由翱翔 与不同的敌人进行世界战斗吗? 那你或许可以来尝试这款容易传说哦 游戏拥有超大型的地图和RPG的玩法 玩家一开始会骑着飞龙从黑暗骑士的手中 去拯救你的村庄和被俘虏的父亲 也可以去执行各种不同的委托 像是杀死传说中的怪物、狩猎、烧毁敌剑等等来获得经验和金币 你可以使用金币来购买更强大的飞龙 这些飞龙都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攻击方式 例如说你一开始能够得到的黑皮龙 还有刺蜥龙、森林蛇龙和其他龙等等 而这个世界也有着昼夜和天气系统 来提供了多人生存和比拼的玩法模式 喜欢中古世纪加飞龙主机的玩家就来尝试看看吧 大犯罪Online是一款可以多人游玩的开放世界游戏 你除了可以填到PVP的玩法 还能尝试其他像是角色扮演和PVE的内容 而你也可以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像是化身为一个丰公所法的公民 在办公室里带一个成功的高管 也能尝试以非法途径去增加收入的帮派 这个广阔的城市也有着许多有趣的地方 还提供了相当多样的任务等你来完成 不过要快速完成这些任务的话 那交通工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去驾驶像是汽车、摩托车和直升机 也可以使用从刀具到榴弹发射器等武器 喜欢的话就来到这个犯罪到都市中 看看你是否能够活下去吧 Car Driving Online是一款有着逼真驾驶体验 提供大人或现象多人游玩的竞技游戏 而游戏还有着相当不错的画质和物理表现 如果说你玩意了单人模式的话 那就来到在线多人的模式中 再根据现实世界所打造的城市地图里 与世界各地的玩家比拼速度吧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性能比较好的汽车 还是建议先去体验其他模式来赚点资金 然后再对你的汽车进行性能改装 而改装的部分也是相当多样化 但如果你不想改装旧车 也可以选择去购买性能比较好的新车 这款游戏也提供了种类防多的车辆 还意外的加入了可以打造自己房子的玩法 喜欢的话就来开启你的新车之旅吧 想要在海上驾驶着自己的床到世界各地冒险吗? 是的话那就来尝试这款以大航海世界为背景 加入了大地图和丰富玩法的黎明之海吧 游戏中你将会体验成为一名船长 带领船队体验在大海尊战的乐趣 当然玩家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船只 可以根据喜好和战术需求来进行选择 而海上还隐藏着各种巨兽和宝藏等等 不过如果你遇到打不过的敌人 就能尝试去升级船只和武器来提高战力 除此之外游戏还有贸易的玩法 你可以通过观察每个地方的物品需求 在适当的时机将手上的物品卖出好价格 然后到了后期就能建造属于自己的港口啦 喜欢的话就来到这个无缝大海自由探索 创造属于自己的乐趣航海传说吧 《异梦》也是一款结合了RPG和开放世界的游戏 玩家一进入到一个超大的地图开始探索 然后就会邂逅其他角色 这些角色也会加入队伍一起战斗 但本作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武汉魂石 你可以利用来进行角色技能的搭配 借齿来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风格的技能连招 但是在面对不同的敌人时 要记得利用属性相克哦 在消灭敌人后也能获得魂石 让你可以不断地尝试新的技能组合 探索中也会有奇遇事件和解密元素 只不过游戏目前还有许多需要优化 像是比较低的分辨率 剧情较少 玩法也只是不断地去探索 但整体来说 游戏还是有着很高的可玩性 希望官方可以继续努力优化啦 想象一下当过着热常生活的你一觉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 你会觉得这是机缘还是另有缘故呢 这就是这款游戏代号世界的开头 既然你是穿越而来的话 就当然是需要尽快适应新的世界 开始探索随你的新生活啦 这款游戏的其中一个特色 就是那10万平方公里的大型世界 同时还有许多城镇村庄等你来探索 之后你还可以体验到自己建房子 种田 制作食物之类的生活玩法啦 如果想要冒险 就能去完成工会任务 到野外打怪弄素材 强化物品 重塑和经验装备来提升战斗力等等 整体是款相当值得期待的游戏 感兴趣的话继续关注游戏的开发进度吧 那么这期的游戏推荐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你对一些游戏感到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去下载试玩 或者关注官方的资讯哦 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喜欢的游戏 就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和分享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小铃铛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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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